欧冠DNA 看不见摸不着 它就是事实存在 大家好 我是超哥 欢迎来到超哥大话体育 聊聊欧冠 先说这个黄家马德里和切尔西 那么有朋友问我说切尔西还有没有可能呢 在我看来还是有可能的 毕竟是打黄家马德里的主场 你这个输个0比2 对不对 还是有机会 回到斯坦福桥 好好踢 两个球落后的这个比分 切尔西的球迷也不要太过于这个悲伤吧 或者说不要太过于没有信心 对不对 斯坦福桥还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球队啊 你来到这个柏纳五 你想全身而退很难 而且这个0比2的比分也不是特别大 还是希望切尔西不要失去信心 对不对 任何不能击垮你的 必将使你更加强大 送给切尔西 那好 切尔西黄马说完了 咱们说一下重头戏 超哥心中的重头戏 AC米兰主场 1比0战胜了纳布勒斯 这个是赛前很多小伙伴都是不太看好的 米兰呢 就是有这样的气质 为什么呢 欧冠DNA还在 对不对 什么是欧冠DNA 就是米兰 他是一直特别擅长打欧冠的球队 就是米兰在欧冠的这个成绩 在我看来比一甲连赛还要好 米兰他特别擅长打卫赛 不太擅长打连赛 尤其是1比0的比分 我认为呢 就是说对于米兰来讲 因为米兰他不擅长打那种吧 就是领先特别多的这种比分 第二回合他真一票的话 真是很难很难 但是米兰最擅长打的什么 1比0 2比0 就是说我对你有优势 但是呢 还不足以使我票 我要认真地打起来 谁想赢我都很难 还是说说比赛 这个奥斯美尔没上 这一场对于纳布勒斯的这个前锋线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削弱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纳布勒斯这支球队 他的这种战斗的这种纪律 包括这个团队的这个配合 的确无愧于一甲领头羊的这个名号 但是那又能怎样呢 对不对 米兰还是上个赛季的一甲未免冠军的 那么米兰呢 我感觉进攻真是打出了自己特点 尤其是在反击的时候 这个鸭子向前推进 那么封给了莱奥 莱奥不停球 直接传给了本纳塞尔 本纳塞尔一脚爆杆 摆球打进 我就感觉这个配合吧 心流水 当然了 还有一个头球顶在这个横梁上了 很遗憾啊 如果说那个球要顶尽了 米兰带着2比0的比分 去到纳布勒斯的主场 马拉多纳球场 我感觉获胜的概率或者晋级的概率 还会更大一些 那么我感觉这个奥斯梅恩 下一场欧冠应该会付出了 这对米兰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倒是挺期待 AC米兰和国际米兰能够会师半决赛 在欧冠的半决赛上演一场真正的米兰得比 我记得上一次半决赛上演米兰得比的时候 是2003年的欧冠 那么那次呢 米兰是成功的淘汰了国际米兰 闯进了欧冠的决赛 并且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呢 通过点球大战的方式 战胜了尤文图斯 捧得了米兰对史上第六座欧冠冠军 所以说呢 我也期待着米兰呢 能够继续努力 继续前进 争取把第二回合的这个欧冠打好 能够再次闯进欧冠的四强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